我们可以参照或是借用的一些主要的理论 和从这些理论里面我们归纳出来的治疗动机的一些基本的一个特征 当然关于人类动机的理论非常非常多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主要是服务于我们要讲的主题 所以我主要挑出来了有几种 说尤其是在我们临床里面常常会给我们很多启示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个 跟治疗动机或者是行为改变动机有关的一些理论 在这里我们要介绍的理论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跨理论模型 第二个是动机式访谈模型 第三个是自我决定理论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跨理论模型 那跨理论模型实际上这整个理论模型 它是产生于最开始的时候是产生于临床领域 但是它是主要是在临床里面的主要是成瘾 关于成瘾啊戒毒啊 这些物质依赖等等 这个理论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些 一些实践是基于这样的一些实践经验 最后提炼出来 汇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关于治疗动机的一个理论 当然它在这里面实际上它最开始讲的是关于行为改变的动机 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实际上 比如说对于控制依赖的人群 他们愿不愿意改变 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常常是决定了它能不能改变 其实常常是首先是被它愿不愿意改变来决定的 那么而且是在这样的人群里面 其实它愿不愿意改变 常常是一个非常重要 但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主题 所以有一群理论临床的研究者 和一些临床的实践者 他们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些摸索 就总结出来了一整套 就是关于行为改变的这个理论的模型 那么它的这个跨理论模型 它之所以叫跨理论模型 它是希望打不同的心理治疗流派里面的界限 其实是用一种整合的方法 就是说其实只要是有用的话 我们是不需要去建立那么明显的流派的这种边界的 那么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它用一种整合的方法 只要它有用 那我们就用过来 那么这个理论里面非常重要的 其实对于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里面 有几个方面是非常有歧视 或者是借鉴意义的 我们刚刚讲跨理论模型 它其实是从个体改变的角度 去看这个行为改变的这个动机 它的阶段是怎么样划分的 然后从一个阶段进行到下一个阶段 这个改变发生的机制是怎么样子的 那么主要着眼的是一个从个体心理的这个角度 去看这种改变的发生 那么我们讲的第二个主要的理论 就是它是一个理论模型 它也是一个临床实践的模型 叫做动机式访谈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呢 它的特别之处是在于 首先它是一个比较资源取向的理论模型 它是会认为说其实每个人的每个人都是有 其实看起来是不愿改变的人 它其实是内在一定也有想要改变的那一部分 那么那么这部分跟当然跟跨理论模型 有一部分是类似的 就是比如说跨理论模型 说大多数人可能都是在酝酿期的时候 实际上它是会有有想改变的一方面 有不想改变的一方面 那么它是更 但是动机访谈模型呢 它是更强调说 其实我们会认为每一个人都有 自己去改变的这种潜力和动力 那我们的这个治疗的目标 或者是说这种动机式访谈的目标 就是要把这一部分潜在的 这一部分想要改变的这种动力 把它唤醒 而不是治疗是用一种策略 把这个动机给予它 从外面灌输给这个来方者 而是把它本来的有的那一部分东西怎么唤醒 所以它的重要的一个工作过程 它有四个工作的过程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工作过程 它是用的唤起这样的一个词 那么这是它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坚持 就是它的假设说其实是比较人本主义的一个假设 也是比较资源取向的一个假设 第二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对我们临床非常有启示的 它是非常强调说 其实这种唤起过程常常是通过治疗师跟来方者之间的 这种治疗性的互动 是可以去唤起它这份动力的 所以它是它尤其重视讲的是我在跟来方者的谈话过程中 怎么样通过治疗师跟来方者之间的互动去改变这个来方者的治疗动机 或者是行为改变的动机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 我们说它跟跨理论模型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对于治疗动机的改变 它是从跨理论模型的一个个体化的内在的心理改变的过程 把它发展为一个人际互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动机是访谈模型 当然关于这个理论模型 还有很多很具体对我们是很有用的一些概念啊 理论啊 有兴趣的东西 因为我在后面我会列的参考书 如果你们有兴趣详细了解的话 可以刻下自己去找资料来看 那我们其实要讲的第三个重要的理论 就是跟我们今天主题有关的很重要的一个理论 就是自我决定理论 实际上自我决定理论是动机心理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理论 那么我们就是如果是从我们是从治疗动机的 它当然它本身并不是专门讲治疗动机的理论 但是如果我们要临床上想要加以运用的话 我觉得有一些很重要的概念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和启示的 比如说在这里 我想特别要强调的就是 它会区分 就是说其实一个个体想要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动机 它把这种动机区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 而且它会去非常强调 其实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 在对于一些已经发生的行为的维持 这种维持的持久程度和稳定程度来讲 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它是会有分别的 那么它是认为是其实当一个人的想要去做一件事情 它如果这种动机是内发的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内部动机激发的这样一种行为 它就是会是更稳定的 那么我们借鉴到心理治疗领域或者是家庭治疗领域来说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说 或者说我们借鉴过来就可以说 那如果我们想要这个来访者 他们对于症状的改变或者是放弃 是变成一个很稳定的 很持续的这样一种变化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就是需要更着重的是去看 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改变 是来自于它的内部动机 对吗 如果是它来自于它的内部动力的 那么他们这种改变就可能是比较持久的 如果是它仅仅是来自于一些外部的吸引 或者是来自于一些外部的用因的话 那么它现在可能改变了 那也许它出院了 如果住院病人出院了 或者是说它结束在你这儿的治疗 它很快就又会就容易有可能会复发呀 或者是再出现症状的重 就是症状的重 以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 所以自我决定理论 它第一个它是强调的是内部动机的重要性 就是在区分上面 非常强调内部动机的对于改变的维持和稳定 第二种当然它将叫做决定理论 它的基本的假设或者是基本的坚持 就是会认为 其实我们个体在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是 这个事情 它做这个事情与否和这个事情带来的这个后果 其实是是不是我自己可以控制的 或者是说是我自己决定这件事情的走向的 这个是不是我自己在可以控制这个过程的 这一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驱动个体去产生某种行为的一个动力 所以它对我们临床的另外一个启示 就是说很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跟我们的来访者讨论的时候 我们希望它有一些改变的时候 或者希望它朝向某个方向 有一些行为上的或改变或症状的放弃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去着重去讨论 其实它要做这种改变 其实是是不是它自己的决定 或者是说是满足于它 是满足的是它自己的需要 还是说其实它做这个事情是为了满足他人的需要 比如说满足它父母的需要 满足它父母的期待 还是什么 所以它是不是自己可以控制这样的改变 是不是自己可以决定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进程 同时就也在影响它可不可以持续的做这种改变 那么这是一个对于临床治疗来讲 很重要的就可以去参照的一个很重要的维度 那么我们刚刚前面 其实是简单的介绍了三种跟临床里面的行为变化 或者是跟治疗动机有关的理论 那么我们把它总结做一个小结来看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临床的启示就会有以下几点 简单的说 首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理论就会告诉我们 首先治疗动机它其实是一种变化的 而且这种变化是动态的还是波动的 就是它是会起起伏伏的 它是有的时候是会呈现倒退的这种趋势的 那么这是治疗动机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内部的治疗动机 跟外部的治疗动机来比的话 它更具有有效的影响 而且更具有持续性的影响 但是当然同时其实这种自我决定理论里面讲的 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 它又是可以转化的 比如说它可能最开始它要做这种改变 是为了满足外界的需要 或者是要得到外界的奖励 但是其实通过这个治疗的互动过程 我们也是可以去尝试 把这样的一个外部的动机 慢慢的把它转化为一个转向 它去探讨这样的一个改变 其实可以满足它自己的自我的某种需要 把它变成一个自我的需要 自我发展的需要 而不仅仅是满足外界的需要 所以内部动机它是更有效的 同时它其实是跟外部动机之间 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第三个其实就是 你看我们从动机是访谈模型来看 它首先就告诉我们 治疗动机其实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因为我们过去我们常常很习惯于说 这个人动机水平低 这个人动机水平高 那它为什么动机水平高 好像就是变成这个 它愿不愿意改变 它愿不愿意接受治疗 很容易把它变成它一个人的事情 把它放在一个个体的框架下去考虑 但是动机是访谈模型 就会很明确的会提示我们 实际上从人际角度入手 去看治疗过程中的这个治疗动机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视角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 人际互动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切入 去影响癌房者的治疗动机 我们对于治疗动机有以上的这种 获得以上的这种启发了之后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是特别针对家庭治疗的课程 那么对于家庭治疗师来讲 他又会有一些特别的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那首先就是我们的首先的第一个重要的思考 就是说其实我们怎么样从家庭系统视角 去看这种人际互动 这样的人际互动对于来访者的这个治疗动机产生影响呢 首先我们要去看家庭治疗里面的互动 那么因为我们前面的理论 其实他的人际视角是停留在治疗师跟来访者个体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二元的互动的关系里面 在这种互动中怎么样去影响他的治疗动机 但是在家庭治疗里面 我们就不可避免的就要去考虑 其实不仅仅是考虑我作为家庭治疗师 和我的所谓的标签病人之间怎么互动 同时也要考虑到你的标签病人和他的家人之间 以及治疗师 其实这是一个三元甚至于更多元的这个关系 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样的一个互动的系统里面 这个治疗动机是怎么样变化的 是怎么样被影响的 那么大家一听就可以知道 其实在家庭治疗里面 它相较于一般的心理治疗而言 它是有更复杂的人际的动力存在的 那么在这种更复杂的系统动力里面 这样的一个治疗的动机的影响过程 也许就会变得更复杂一些 打个比方说 其实我们作为家庭治疗师来讲 我们如果从人际互动的角度 或者说从系统的视角去看这个治疗动机的影响的话 我们常常就会从这样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会去看家人和治疗师之间的互动 是不是会影响来方者的动机呢 打个比方说这个标签病人是一个家庭中的孩子 那么这个因为你家庭治疗师跟他的整个家庭工作 那么他的父母跟治疗师之间的互动 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治疗动机的变化 如果会影响到他的变化的话 其实会怎么样影响到这个孩子的治疗动机变化 所以对于家庭治疗师来讲 这是一个你需要考虑到的 更复杂的系统动力的一个动机水平变化的一个过程